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两个小概念 一个叫链式复制 还有一个叫系列解包复制 以及长亮 这三个小概念 链式复制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编程的时候呢 为了方便,对吧 如果它的值都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同一个对象呢 复制给多个变亮 比如说这么写 来,我在这儿写 比如说就刚刚写的x等于y 等于123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把这个123这个对象的地址呢 复给了xy 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在内存中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的123 这是我们的123 然后把它的地址呢 给了谁呢 给了x 又把它的地址呢 给了谁 给了y 他们吃的地址是一样 那么也就是通过x 我们找到的是123 通过y找到的还是123 他们俩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 对吧 把同一个对象复制给多个变量 这叫链式复制 还有一个叫系列解包复制 系列解包复制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语句 a豆号 b豆号 c等于456豆号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么写 a等于4 b等于5 c等于6 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大家注意 显然用的时候呢 个数必须保持一致 你不能不一致 对不对 你不能说左边三个 右边两个 那就麻烦了 那就错了 10 20 30 这就是一个 我们打一个b 可以看到 b的值就是20 对不对 c的值呢 就是30 我们经常呢 就是 也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所谓的解包复制呢 实现变量的互换 实现变量值的互换 大家看这个 看这个内容 a豆号b 10 20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 a等于10 b等于20 对不对 现在我要让 a等于20 b等于10 怎么办 很简单 干嘛呢 把它们互换也行了 这样就实现了 变量值的互换 大家看 a数变成20了 就一句话 如果你大家学过 c语言 你应该知道 如果学过c语言 应该有印象啊 如果这两个值 a和b 要实现值的互换的话 我必须要先定义一个 c变量 然后呢 比如说 a的值是3 b的值是4 那我需要先把 b的值呢 存到这来 再把这个3呢 放到这来 再把这个4呢 放到这来 从我增加一个中间变量 来进行复制 大家学过c语言 应该有印象 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 python里边呢 特简单 就是一句语法 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也就为什么 一开始给大家讲 python的语法 语法简单 功能强大 它很多工作呢 在它设计的时候呢 设计的非常巧妙 可以避免我们 写很多的代码 所以呢 完成同样的功能 python的这个代码 是最少的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ab 全圈打印一下啊 a 斗号 b 对撤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 互换以后的值 啊 所以大家这个操作 大家记住 可以用系列解剖辅助呢 实现变量的互换 这个很常用 还有一点 是关于常量的介绍 实际上大家注意 常量是什么意思啊 常量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这个量 这个量的值呢 比如说a 假设啊 a等于3 那这个a呢 就永远等于3 不能换成别的值 但是很遗憾呢 实际上python里边 是不支持常量的 不支持常量 我们只能是什么呢 只能是通过 逻辑上去控制 说我这个量是不能变的哦 对吧 通过这样的逻辑 来控制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儿呢 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一个 max speed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常量的话 需要什么呢 全部大写 对不对 等120 最大的开车 最大的速度是120公里 每小时 好了 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用它 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去 你要去打印它 对吧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运算 但是呢 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如果是在比如 在这个比如像 像这个加油里边 你定义一个常量以后 是不能改的 再不能再改的 但实际上在python里边 随便改 看到没有 随便改 改了以后也没事 随便改 所以呢 很遗憾 就是python不支持常量 所以它用的时候注意 那个只是可以变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通过逻辑上 告诉你 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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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我的意思吗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常量的介绍 而且呢 大家去写的时候呢 这个名字一定要规范哦 全部都大写 然后呢 下方线隔开 好 这是三个基本的概念 大家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